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Viko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中五收市传值向上 上证终合指数升至25点 报2793点 湖深300升至42点 报3664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至92点 报89806点 创业版指数升至21点 报1521点 恒指方面 今天中五收报26170点 升至173点 国企指数升至76点 报1069点 大市成交有432亿 今天的环节有Samuel做我们的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Vicky 看到市场关注全球央案减息潮 联储减息本类的机会也增加 看到隔晚美股有一个V弹影出现 恒指曾经急升超过300多点 虽然之后一度升幅收窄 只剩下几十点的升幅 但中五收市前又升上来 其实今次看了 港股的反弹阻力 应该看哪 暂时你看到 如果他今次 你说过去那两天 反弹阻力就不算太强 但你看到今天 暂时成功 站在26000点上 如果你再看上去 暂时可以多看三四百点左右 起码 如果计算过去那一个月的高位 跌下来之后 用黄金比例去计算的话 如果你说初步的目标 或者叫阻力位 大概会去到26700点左右 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短线 如果你说要追回的话 都可以说有五百点左右的升幅 但这件事就要留意 因为这件事暂时叫做 基于一个技术性反弹的考虑 但就不是有什么 基本的因素可以支持住 尤其是你看到隔晚 尤其是你说央行减息的预期 叫做增加 但这个的憧憬 其实就是基于 所以你说现在全球都仍然在忧虑 经济放缓的这个问题 尤其是你看到新兴市场那些问题 亦都是率先叫做减息 尤其是你说那些国家 比如可能隔晚有三个国家 已经是率先减息的 你说新西兰 泰国 和印度 变成加上来 其实你说中国那些业务方面 尤其是可能以制造业为主 都未必可以叫做 可以完全无事 所以你说看那些经济数字来说 未来也有机会叫做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你说炒减息这个预期 可以去到多少呢 那我自己就不是叫做看太陋观传 所以暂时如果你说 见到的大使有一个升幅在的话 都可能叫做靠着一些技术走势 去看着目标价先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说可能就着中美的谈判方便 虽然接下来就叫做9月份开始 就有机会是下一轮的谈判 但是昨天也都盼晚 叫出了一些消息说了 白宫叫要正式对于一些 中国的方网巨企 又是接下来要开刀 希望你说政府那些机构就不要向 比如说华为或者你说 其他大型那些企业 比如说海康威士 中兴通讯这几个巨头 都叫做尽量避免去采购他们那些产品的话 变成会不会你说中美谈判里面 今次可以谈得整个机会 又有机会低了 所以你说这几个一样数加上来的话 其实就不是利好于后市的发展 纯粹你说如果今次要反弹 或者要炒的话 都可能纯粹是炒了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始终之过往那几天 有一个极度超卖的情况出到来 RSI曾经跌超过20 同时间你说 亦都是炒了减息这些因素的话 都可能叫做有机会炒多一转线 同时你说刚刚出到来 中国亦都有一些叫做进出口的数据出到来 你说港市 你说贸易顺差这个问题 是叫做有一个扩大的情况出到来 这一样东西会不会到时候触动 你说美国的神经 就是说过往那些时间 人民币都已经处于一个6.9左右的水平 而且你说贸易的顺差 亦都一直在扩大 未来如果你说人民币 尤其是可能今天来说 人民币的中间价正式跌穿了7 未来可能以离岸价那些问题来说 有机会是叫做扩大 那变成人民币保持贬值 会不会有机会是令到 你说那个贸易上差 尤其是对美国那方面 都会保持着扩大呢 那这一样东西是特朗普政府 最不想或者最不喜欢 去见到的问题 那未来你说中美谈判 会不会就着这个问题 再去斟酌多一点点呢 亦都是叫做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几个因素 在市场反弹的时候 市场都记得要留意这几个问题 所以短线间 不会有太多的基本因素 可以支持到的了 那技术走势方面呢 短线的阻力位 暂时看到26,700点左右 这些位置 嗯好啊 跟Samuel讲一下今天 一些股份方面的表现 看到今天升幅最大的股份 蓝筹股里面就是吉利 升了超过3% 看到其实昨天收市之后 都公布了一个销售数据 今年7月的汽车总销量 9.14万部 达到全年目标5.5% 比起去年同期 就减少了大概2.4% 按月就增长大概1% 当中见到新能源汽车的销售 4,476部 不单止比起6月大跌超过7% 近期吉利利 其实去年8月首次公布 新能源汽车销售以来 表现最差的一个月 其实数据来看 其实都表现几差 为什么今天吉利利升这么多呢 这次可能纯粹就是 过往那几天已经去到一些低位 尤其是跌穿了11元之后 有机会出现了一个 短线的技术性反弹 而且的确好像飞旗所说 今次这条数 就算按月有一个升幅都好 但其实整体整条大数都不是很好 因为按月来说 6月份大概都同样地 卖了9万多部左右 今次卖了9万1千部 其实相对来说 差距就不太大 而且9万部这个基数 按年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低 去年这些时间 是卖了12万至13万部左右 所以变了今次的基数已经不是低 所以就算按月有得升也好 都是升得千多部左右 其实整条大数来说 就着这些数据来看 就不算是有一个很大的利好吹发制 而且你说看回来的新车 或者那个展望方面 似乎都是比较悲观一点 你说最近4月份出到来的 那些几何A的电动车 已经是跌穿 已经是剩下1千部左右 上一个月都算是好一点 大概有1千7部左右 但这些新车的数量 其实比起上一年 出那些新车 头几个月的数量 起码有几千部的这些水平 已经叫做差很远了 所以你说今次 你说几何A 买得1千部左右 那这个的表现 其实就不是叫做很可以接受 而且你说憧憬方面 可能政府对于那些新能源车 或者电动车的补贴 已经是叫做减弱了 所以你说可以预计到 下半年都未必可以有太多的 一些的帮助 可以令到那些新能源车 或者电动车 是卖得叫做好一点 而且过往出到来的那些 叫做比较热门一点的新车 比如你说领黑那些系列为止 都仍然是叫做有一个 按月叫做下跌的水平在这儿 除了领黑03之外 领黑02 还要是跌穿了2000部 只有1500部左右 同时你说 最新五月份出的那个升月 是叫做好一点 叫做有3000部 但是你说按月也是多 600多部左右 所以你说整体的表现 其实就不是真的太好 我觉得今次你说按月可以升到的 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他们过往那种叫做 比较主打一点的车 就是说是博越 今次有15000部 因为比较过去的几个月来说 只有13000至12000部左右 表现叫做好一点 但是你说看回网上那些 叫做卖车的网站 或者那些资讯来说 其实你会见到博越在这个系列 相对来说 未来仍然是叫做减价的情况 所以你说会不会 今次就算的销量叫做好一点 而是靠一些旧款来说 相对来说 可能它那个减价的幅度 有机会叫做比较大 你会见到它上次减价的时候 买到的那些车 大概是9万元至15万元 那你会变成减价的幅度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可能下半年的业绩 相对来说 都会叫做在毛利率上面 会见到有少少的压力 所以你说今次 吉利今次的表现 就不算是太突出 而且在股价方面 都未是可以叫做正式摆脱到 那个弱势 尤其是你看到 短期来说 过去一个月来的下降轨道 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今次就算你说 叫做单日升回3-4%上来 都未是叫做可以成功 叫做升穿那些下降的底部 暂时是叫做过去那一两天 叫做做做了一个 比较低一点的位置 你说跌穿了11元之后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短线的技术性反弹 但是如果你说 中央 在新能源车方面 没有什么一些新的补贴 而且你说 在那些的燃气车上面 六月份已经叫做 国五国六的车型 是去了库存的话 我相信你说 那些车要买得好的话 相对来说 都会叫做挺难的 所以你说 车股去到这些位置 叫做今天有一个反弹 就尽量叫做走那些货 或者你说之前存下的那些 就希望先减持一点 暂时就不会 在这个位置 去重新买一些车股 好啊 谢谢Sam 有这么长续的分析 亦都跟你申报了 没有持有以上提及的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 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再见